脸上挂着自行笑容在台上舞力全开 获得全场热烈掌声 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第28届毕业制作放肆剧团原创声音剧场 一连两天在华山文创园区举办三场演出 学生将四年所学学以致用 精湛表演感动在场每一位观众 你们看到我干嘛我可以跳 别选强 放肆剧团由世新广电系四位大四女生组成 是广电系第三届毕业制作以舞台剧呈现的团体 剧名定为美丽的裂痕 续场以是谁摔坏了万花筒悬疑开场 第一场到第四场分别展现四位角色各自的视角与故事 透过角色间的碰撞步步递进 观众从中推理谁是犯人 每位团员拥有各自不同的专长及经历 在戏剧音乐与舞蹈方面相互配合 达成一场完美的高水准演出 我要导戏同时要演戏就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 所以就一直很担心自己演的不好 同时因为我们人比较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会把角色的个性加入自己的个性跟自己的经历下去 像我饰演的角色是陈欣怡那其实陈欣怡的故事也是我以往的故事 对我就很想要用这舞台就是分享给大家 对就也跟自己就是互相对话这样子 其实我们默契越来越好 然后就是到今天的成果就是一次把它发挥出来 真的真的很想哭 那尤其因为我刚才也是编舞的 所以就觉得自己的成果被展现出来 其实真的是有很感动啦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放肆剧团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筹备 以声音为主要特色加上视觉与肢体表演 达到声声舞合一的临场感演出 身为制作人间演员的林亭轩 在剧中饰演想挣脱束缚的蝴蝶 诠释到位表现亮眼 演出完成后忍不住感动泛泪 因为这个角色本身也是揣摩了很多次 然后才找出说大概要怎么去诠释她 然后还蛮开心就是大家都说还不错 但是在这次的表演当中 我当然也有邀请到一些业界的老师 来针对表演部分给他们一些指导 那当然我自己在声音部分给他们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指导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玻璃台 对然后还在他们的配乐部分 也给他们很多的一些指导 声音剧场美丽的裂痕利用万花筒特性 述说个人不同的价值样貌 透过四个女生间出现裂痕的友谊 探讨人性阴暗面 鼓励大家不要让嫉妒蒙蔽双眼 而忽视自己身上的光 不仅向社会传达正向意念 也为大学四年生涯画下完美句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